众生有感,佛有应。 一切众生跟佛有感,佛可以同时应一切众生,为他们献身。 修献的身,每个人看的不一样。 为什么不一样? 众生有妄想分别之处,妄想分别之处,能把自信变现的相分改变了。 你看,自信现的相分,极乐世界,舍宝图。 阿赖耶把舍宝图变成舍宝器,变成六头轮轨。 阿赖耶说,妄想分别。 妄想分别,各个人不一样。 所以每个人看的,感受的,不相同。 那这个就是佛一应而说法。 众生,众生随泪而得解的原理。 要不,什么道理? 要把道理讲解了。 那么由此刻之,佛有没有说法,佛没说法。 你敢用佛说法,你敢教到佛说法,是你自己。 阿赖耶说,是你自己的变现出来的境界。 那佛所信任的真心流露,众生忘心在接触。 啊,所以阿罗汉接触到的是阿罗汉。 辟致佛接触到的是辟致佛。 天人接触到的是天人。 我们人间见到的是人的佛,像释迦牟尼佛一样。 其实,其实他什么都不是,他只是先生。 所限的身下,众生业力在变现,把他改变了。 阿罗汉不改变,你不能亲近,佛现在是宝神,宝神太高太大了,像一座大善一样。 我们人太小了,跑到善里就不见了。 啊,确实如是。